各位同学好,我们接下来看一下新年第二册第六十三课课文和语法的部分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题目 She was not amused 她本身并不觉得好笑 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我们来看一下课文 好,请大家来看一下课文的第一句话 Jeremy Hapton has a large circle of friends and very popular at parties 请大家首先画上 Has a large circle of friends 有一大圈的朋友 我们在单词表当中给大家讲过了 有一大圈的朋友,不就是朋友很多吗? 在这里circle表示圈子 有一大圈的朋友,然后非常的受欢迎在聚会当中 Everybody admires him for his great sense of humor 好了,首先请大家画上 Admire somebody for something 因为某事而赞美钦佩某人 Admire somebody for something 在这里每个人都很钦佩他 因为什么呢? For his great sense of humor 请大家画上sense of humor,幽默感 sense表示的意思是感觉 humor表示幽默 合在一起sense of humor of来倒着翻译就变成了幽默的感觉 简称幽默感 每个人都很钦佩他 因为他有非常好的幽默感 好了,接着往下说 Everybody that is 请大家把这个that is圈起来 大家就会发现很明显 在这里that is前面一个逗号 后面一个逗号把它隔在中间 因此呢,这个中间的部分 大家会发现是后插进来的 它把这个句子造成了分裂 因此中间这一部分 that is就叫做插入语 它是后插进来的 那这个插入语是干嘛的呢 它就表示进一步的解释说明 它解释说明了一下 每个人到底指的是谁呢 那也就是说 that is 那也就是说谁呢 except his six-year-old daughter Jenny 除了他六岁大的女儿 所以请大家把这里面这个that is圈起来 它做的是插入语 表示进一步的解释说明 那也就是什么什么 每个人那也就是什么呢 except his six-year-old daughter Jenny 请大家稍微注意一下这个小词 six-year-old 很多东西会觉得很奇怪 说老师 six-year 这个六岁大了 照理来说应该变成福数啊 大家注意 本身呢 它是应该变成福数的 但是呢 大家有没有发现 six-year-old 这三个单词手拉手 中间放了连字符 数变成了一个单词啊 大家会发现 手拉手就变成了一家人 因此呢 算作为一个整体 就不需要变成福数了 就直接写成six-year-old就可以了 那有同学说 老师我可不可以不要连在一起呢 可以 如果大家不想连在一起的话 那就把它分开 去掉连字符之后 这个时候就应该正常变成福数 变成six-years-old就可以了 好了 接着往下说 每个人除了谁呢 除了他六岁大的女儿 然后接着往下看 recently one of Jeremy's closest friends asked him to make a speech at the wedding reception 首先请大家注意一下 这个小词recently 我们之前给大家讲过 recently表示的含义是最近 但是请大家注意 中文和英语当中 默认的时间范围是不一样的 中文当中一说到最近呢 一般都指的是现在的事 而英语当中只要出现recently 一般通常都表达过去的事 通常要接过去时 所以请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最近呢 one of 好了 请大家把这个词字画上 我们也常常见到 因为本篇课文是复习文章呢 所以说我们就可以稍微领着大家 来复习一下 我们以前学过的知识点 词词组等等 好了 那咱们来看这个 one of 这个one of 它表示 什么什么什么范围当中的之一 因此他的后面通常要加可数名词的符数 所以请大家注意一下 one of 表示什么什么范围当中的之一 后面通常要加可数名词的符数 one of Jeremy's closest friends 请大家画上 closest of friends 表示最亲密的朋友 他最亲密的朋友之一怎么样呢 要求他去做一个演讲 请大家来画两个词组 第一个 要求某人做某事叫做 ask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ask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好了 第二个 做一个演讲叫做 make a speech make a speech 所以他其中一个最亲密的朋友 要求他做一个演讲 然后怎么样呢 this is the sort of thing that Jeremy loves 这就是Jeremy喜欢的事 好了 请大家画上 the sort of thing 表示这一类的事 the sort of thing 这一类的事 好了 再把后面这个画上 that Jeremy loves 好 各位同学 跟我一起来往这里看一下这个从句 大家看 一看到that 我们就知道从句开始了 that Jeremy loves 那这里到底that显出的是一个什么从句呢 我们之前给大家讲过 找到从句之后 想分辨它是一个什么从句 三个字 往前看 就看他挨着谁 他挨着谁 就能够决定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从句 比如说 如果挨着极物动词 动边边语从句 如果挨着细动词 细表 表语从句 所以大家发现 挨着谁就能够决定一个什么从句 因此呢 我们在这里大家看 找到从句之后 三个字往前看 看见谁了呢 thing 名词 那大家看 名词加从句有几种可能性呢 请大家注意一下 名词加从句有两种可能性 有可能是定语从句 也有可能是同位语从句 我们之前在28课学过定语从句 定语从句是修饰限定名词的 因此当然要挨在名词后面 好了 那我们之前在46课当中也学过了同位语从句 同位语从句是解释说明名词的 所以它也要跟着名词后 所以大家会发现 不管是修饰限定 还是解释说明 不管是定语从句 还是同位语从句 他们都要为名词服务 因此呢都跟在名词后 所以请各位同学注意一下 以后呢大家只要遇见了 名词加从句就知道了 有两种可能性 定语从句 或者是同位语从句 那我怎么样来分辨定语 还是同位语从句呢 在这里有一个简单的小方法 哪个简单的小方法呢 就是看这个词that 请大家注意一下 如果大家遇到名词 加上一个that引导的从句 会非常容易判断 是定语还是同位语 那怎么判断呢 就看这个that做不做成分 请大家注意 在定语从句当中 所有的关系词都一定会做成分 因此如果是定语从句 那么这个that是要做成分的 那如果反过来说 同位语从句呢 请大家注意 同位语从句当中 that是不做句的成分的 如果大家想不起来的话呢 大家可以去类比一下 宾语从句 宾语从句我们之前学过 我们之前在26个呀 39个都给大家讲过 宾语从句当中呢 是一个完整的陈述句 前面加了一个that 这个that 只起到引导从句的作用 只起到一个分隔符的作用 但它不做成分 所以大家会发现 宾语从句 跟同位语从句的写法是一样的 所以同理可证 同位语从句当中 这个that也是不做成分的 所以各位同学 我们得到一个结论 什么结论呢 如果是定语从句 那么这个that是作成分的 如果是同位语从句 那么这个that是不做成分的 所以说呢 我们就可以根据这个that 做不做成分来判断 是定语从句还是同位语从句 那很多人就郁闷了说 老师我怎么知道 它做不做成分呢 很简单 再加大一个简单的办法 想知道这个that做不做成分 我们只需要看 后面这个从句当中 缺不缺成分 如果缺 那么我这个that就做成分 如果不缺 那当然就不做成分了 所以大家回到原句话当中 判断一下 看看缺不缺成分呢 咱们看 that Jeremy loves 很明显 Jeremy loves Jeremy喜欢 什么 是不是没说清楚啊 这里面这个love这个动词 它是一个极物动词 它必须要加上 喜欢什么 爱什么 但这里什么都没说 就说明极物动词 后面缺了啊 比语 那既然缺成分 所以说这个that就怎么办呢 它就要做成分 既然做成分 所以什么从句呢 请大家在书上标注一下 这就是一个定语从句 因此各位同学 请大家来跟我总结一下 记住 如果遇到名词加上that从句 那么就有两种可能性 有可能是定语 有可能是同位于从句 怎么样来区别呢 就看这个that做不做成分 如果做 那么就是定语 如果不做 那么就是同位于 可以了吧 所以我们根据刚才的判断 就知道这是一个定语从句 那有同学说 老师 我判断它是一个定语从句 还是同位于从句有用吗 请大家注意一下 这个对于大家理解 意思是非常有帮助的 为什么有帮助呢 因为大家注意 定语从句通常是修饰限定名词的 既然它要限定名词 所以通常会往名词的前面 进行翻译 那大家发现 如果是定语从句 往前一翻译 这个时候改变了整个句子的语序 改变了语序 就会影响大家对于中文的理解 比如说我们对这句话为例 这是一个定语从句 所以就要往名词前面翻译 那怎么翻译呢 This is the subtle thing 这就是那类的事 哪类的事啊 Jeremy喜欢的那类的事 所以大家发现 Jeremy喜欢的事 这个时候定语从句往前一翻译了 不就改变了句子的语序吗 对吧 这一时候就很想大家的理解了 所以各位同学 我们说回来 通常遇到的定语从句 我们都可以往前翻译 因此大家只要判断了 就可以帮助大家理解中文 那我们来给大家个例子 请大家判断一下 到底是定语从句呢 还是同位于从句 请大家来看这句话 We have no idea that the boss has come We have no idea that the boss has come 好了那请大家注意一下 在这句话当中呢 首先大家会看到 很明显 that请出了从句 三个字往前一看 看见了idea名词 正好符合我们的要求 名词加上that从句 这个时候就有两种可能性 有可能是定语 有可能是同位语 那到底是哪种呢 就看dat做不做成分 那做不做呢 咱们往后观察 The boss has come 老板来了 那这个老板来了 这句话当中 缺成分吗 不缺呀 老板来了 有诸有味 已经把这事说完整了 所以由于后面句子当中 不缺成分 因此这个dat怎么样 它不做成分 既然不做成分 所以说什么从句呢 同位语从句 就不用往前翻译了 好了再来看一个例子 It is the most interesting movie that I have ever seen It is the most interesting movie that I have ever seen 那请大家来看一下 这里面很明显也是一个 that引出的从句 跟在名词 movie的后面 那大家判断吧 名词加that从句 有几种可能性 两种 定语同位语 那到底是哪种从句呢 咱们去看 that做不做成分 那做不做呢 判断一下 I have ever seen 我曾经看见 什么呀 在这里 急语动词看见 后面很明显缺了成分 那既然缺了成分 那谁来做呢 that来做 那既然在做成分 所以是什么从句呢 定语从句 那我们再接着往下说 定语从句要往哪翻译呢 往前 所以应该怎么翻译啊 这就是最有趣的电影 什么样最有趣的电影呢 我曾经看过的 最有趣的电影 好了 所以各位同学会发现 其实分析句子的时候呢 就是一个标准化流程 生产线作业 我们一个一个 环节的往下看下去 比如说首先判断 名词加that从句 然后再看 that做不做成分 然后再看 要不要往前翻译 所以大家发现 按照一个标准的流程 就可以帮助大家解决 从句的判断问题 好了 关于这个句子 我们就说这么多 我们稍后遇到呢 再领大家来进行复习 我们接着往下看 这就是Jeremy喜欢的事情 然后怎么样呢 He prepared speech carefully 他仔细地准备了演讲 And went to the wedding with Jenny 和他女儿一块去的这个婚礼 He had included a large number of funny stories and of course it was a great success 好了 请大家注意一下这句话 它包含了大量好笑的事 在这个演讲当中 当然这是一次巨大的成功 好了 请大家注意一下这个单词 include include表示动词包括包含 其实呢 它有个同一词 叫做contain 很多时候大家发现没有 我们在查字典的时候 经常会到这样的疑惑 什么疑惑呢 就是查到两个单词 都可以表示同样的意思 那怎么样进行区别呢 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 从中文的角度 没有办法区别 因为大家一查 include表示包括包含 contain也表示包括包含 那怎么样区别呀 大家注意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不能从中文的角度入手了 我们需要换一个角度 从英语的方面来出发 那怎么样来出发呢 有些时候想判断一个词 它的含义 我们可以从它的衍生词 派生词当中来进行理解 比如说contain 有一个派生词叫做container container加成了一二之后 在这里表示容器 装东西的容器 那大家想 既然container作为名词 表示装东西的容器 因此我们就可以推理出来 contain这个词表示包括包含 它通常表示的是 能够实实在在的 装进容器里面的包含 就叫做contain 比如说我们来给大家举个例子 这个包里包括了五本书 两个本 大家发现 这个包里包括了五本书和两个本 那大家会发现 这个包里包括了这些东西 能不能实实在在的装进容器里面去 可以 包就是一种容器 这也是我实实在在装进去了 就可以叫做contain 好了 再比如说 我们在24个曾经学过 这个人丢钱了 他就去宾馆经理的房间抱怨 结果正抱怨呢 一个女孩进来了 拿着个信封放在桌上 这个信封里包括了五十英镑 对大家看 这个信封里包含了五十英镑 能不能用contain呢 首先大家想 信封里有钱 是不能够实实在的装进容器里面去 因为信封就是一种容器 所以能实实在的装进去的 就可以用什么 contain 因此他用的是这样的一句话 叫做it contained 50 pounds 好了 所以各位同学大家会发现 通过他的派生词container容器 我们就给推测出来 contain 作为动词表示 只能够实实在在装进容器里面的包含 那再接着说 那相反的include应该表示什么呢 他表示抽象意义上的包含 也就是说不一定能实实在的装进去的 比如说大家看 他这个演讲当中包括了大量好笑的事 那你说这个好笑的事能够装进容器里面去吗 不是 他就只是表示抽象意义上的 哎 里面有了这些好笑的事 再比如说呢 我们家要举办一个party 我们要举办一个party会邀请别人来 我就列了一个让宴会的名单 那这个宴会的名单里包括了500人 我问大家 这个时候能不能用contain 不能 因为你想 名单当中包括了500人 500人能够塞进名单里面去吗 很明显不能啊 所以说呢 表示抽象意义上的包含 我们就用include 因此请各位同学注意一下 我们在这里呢 想给大家讲两件事 第一个 分析词汇 可以换一个角度另辟蹊径 找到它的派生词 来帮助大家理解 第二个呢 我们就知道了include和contain的区别 实实在在装进容器里面的叫contain 抽象意义上的叫include 好了 那接着往下说 它包含了大量好笑的事 在这个演讲当中 请大家注意这个词组 a large number of 表示许多大量 它其实最早源自于这个词组 叫做a number of 后来引申为表示a large number of 或者是a great number of 但这三个词组呢 表示的是一样的意思 都表示许多大量 以后呢 我们大家在使用的时候呢 就可以尽量替换一下 比如说我们以前都喜欢使用什么呢 像many much a lot of 在这里呢 以后再想使用a lot of 太图了 咱们就换高级一点 就可以换成a number of a large a great number of 但是请大家注意一个小问题 这三个词组表示许多大量呢 它后面只能加 可数名词的 符数 因为这里包括了一个词叫做number 能数得出来个数的 必然得可数 对吧 所以它后面要加 可数名词的 符数 请各位同学注意一下 好了 那我们再接转一下说 它包括了大量好笑的事 在这个演讲当中 然后怎么样呢 这演讲是一次非常大的成功 a great success 好 各位同学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下一句话 as soon as he had finished Jenny told him she wanted to go home 好了 大家看 这里就复习了我们之前在第14课当中 学过的一个词组 叫做as soon as as soon as强调意义怎么怎么样 它一结束 然后就怎么样呢 Jenny就告诉他 他想要回家 在这里请大家注意一下 she told him 其实省略了一个词 that Jenny told him that she wanted to go home 那这是一个什么结构呢 请大家注意观察一下 我们找到了从句that 三个字往前看 看见谁了呢 人 再往前看呢 toed 极物动词 请大家注意一下 以后呢 我们大家只要遇到了 极物动词 在家人 在家从句 请大家记住 这是一个标准的双宾语结构 我们之前在第三课当中 给大家讲过了 Tell somebody something ask somebody something 能同时后面加人 又加物的 这种就是典型的 极物动词 加上了双宾语 双宾语结构 双宾语当中 大家会发现 人做了其中的一个宾语 而后面这个从句 代表的是这件事 做的是另外一个宾语 因此呢 只要遇到极物动词 加人再加从句 我们就知道了 第一个 这是双宾语结构 第二个 这是一个宾语从句 所以请大家注意 这个是宾语从句当中 常用的一种 好了 那咱们接着往下来看 他一讲完 jeremy was a little disappointed by this 通过这件事呢 他有一点小巧的失望 请大家把这个词画上 disappointed 表示本身感觉到失望的 非常常用的一个单词 好了 接着往下说 jeremy有一点失望 but he did 但是他做了 怎么样做呢 ask his daughter ask 请大家把这个 as这个词画上 这是本篇课文当中 一个新的内容 我们大家以前学过 as加上一个句子 可以表示当什么什么时候 引导时间状语从句 可以表示因为 引导原因状语从句 这里面呢 是一种新的用法 表示按照什么什么方式 引导方式状语从句 as在这里表示 按照什么什么方式 引导方式状语从句 好了 他虽然有点失望 但是呢 他还是做了 怎么样做的呢 ask his daughter ask 按照他女儿要求的那样 做的 好了 所以在这里 as表示按照什么什么方式 其实呢 生活当中有些句子 也会使用到这个用法 比如说 英语当中非常地道的一句话 叫做one in Rome do as Romans do 当在罗马的时候怎么样呢 做事情 怎么样做呢 as Romans do 按照罗马人做事情的方式做 所以大家发现 在这里 在罗马 按照罗马人做事情的方式做 听着熟吗 就是我们中文当中 所谓的什么呀 入乡要随俗 所以这里这个as表示 按照什么什么方式 在比如说生活当中 也会使用到 我说你做这件事 do it 怎么样做呢 按照我上周告诉你的做 按照我上周告诉你的做 可以怎么说呀 do it 然后 as I told you last week do it as I told you last week 在这里as表示 按照什么什么方式 好了 那请大家注意一下 我们在稍后第四单元的时候呢 会帮助大家来进行总结 其实as后面加上一个句子 在我们整个新更的二字当中 一共出现了四种用法 其中呢 有两种是特别常用的 所以呢我们稍微给大家总结完之后呢 大家就比较清楚了 好了 大家先别着急 先在这里了解一下 as you know 方式状语从去 接着往下看 他做了按照他女儿要求的做的 然后怎么样呢 on the way home 在回家的路上 he asked Jenny if she had enjoyed the speech 好了 请大家把这个词画上if 请大家注意一下 if这个词呢 有两种用法 第一个 它可以表示如果怎么怎么样 第二个 它可以表示是否怎么样 那这里这个if表示 如果还是表示是否呢 请大家注意一下 我们就可以采用代入法 代入到文章的上下文看一下 他问了Jenny 如果他享受了 还是是否他享受了一个演讲呢 应该翻译成什么呀 是否 好了 那这里这个if翻译成是否 那大家看 引出一个从句 什么从句呀 你想 他如果表示如果怎么怎么样 那应该引出的是条件 状语从句 那这里表示是否 应该引出的什么从句呢 我们都知道 想要判断从句 三个字往哪看 往前看 看他挨着谁呀 if前面是 Jenny 是一个人 再往前看呢 ask 给大家看 这就是我们刚才讲过的吧 ask somebody something ask 极物动词 先加了人 再加了从句 典型的什么结构 双编语结构 所以是什么从句呢 编语从句 所以我们再次给大家强调一下 编语从句 除了直接跟着动词之外呢 还可以 跟在极物动词 加人的后面 中间加了一个人 也是引导编语从句的 好了 那接着往下看 他做了 按照他女儿要求的做的 然后他回家路上问他 他是否享受这个演讲 to his surprise 大家把这个词组画上 第七课就讲过了 to one surprise 表示令某人惊讶的是 令他惊讶的是什么呢 she said she hadn't 他说他没享受 那为什么没享受呢 Jeremy asked her why this was so and she told him that she did not like to see so many people laughing at him 好了 请大家画上这个词组 love at 表示嘲笑 love at somebody 表示嘲笑某人 当然也可以接 love at something 表示嘲笑某件事 大家可以一个箭头 你到82课去 我们在82课当中会学到 love at something 表示嘲笑某件事 好了 那接着说 这句话呢 长得比较长 我们去给来分析一下 长谈句 我们给大家讲过 想要分析长谈句 无外乎就是三步走 怎么办呢 先找标点符号 这里有没有啊 没有能够断开句子的标点符号 逗号分号都没有 那第二步怎么办呢 去找关键词 因为句子之间都是通过连接词连接起来的 我们只要找到这些关键的连接词 就可以把句子断开 那找吧 有没有关键词呢 有 在哪啊 一个是why 一个是and 还有一个是that 通过这个呢 我就可以把句子断开 那就一起来断一下吧 首先看第一段 Jeremy asked her why this was so 一看到why就知道从句了 那问大家 什么从句啊 我们说过 判断从句 三个字往哪看呢 往前看 往前一看 ask her 刚讲过吧 急误动词加人 在家从句 所以这是一个 编语从句 他问他 为什么这事是这样的呢 好了 请大家把这个so圈起来 在这里so是作为一个代词使用 表示如此这样 用来指代上文 为什么这事是这样的呢 哪样的呢 就是说他女儿没享受这个演讲嘛 好了 接着往下看 为什么这事这样呢 and 并列连词 并列另外一件事 she told him that 大家看 有从句了 三个字往前看 也是什么呀 急误动词加人 在家从句 所以也是什么呀 编语从句 请大家注意一下 在这里 反复重复的出现了相同的结构 就是为了一再的告诉大家 只要大家见到 急误动词加人 在家从句 我们就知道了 这是一个编语从句 好了 那咱们接着往下看 他告诉他怎么样呢 他没 不愿意看见这么多人 这么多人干嘛呢 嘲笑他爸爸 laugh at him 好了 在这里呢 还包括一个小词组 看见某人正在做某事 see somebody doing something see so many people laughing at him 看见某人正在做某事 好 各位同学 本篇课文内容我们就讲到这儿 其实呢 大家可以算一下 我们所有课文内容 都是以24课为一个循环 所以到63课 减缺24等于多少呢 39 39再减缺24呢 就等于15课 所以大家发现 15课 39课和63课呢 都在讲同样的一个主题 就是直接音语变成见见语 我们其实在之前的课文当中 给大家讲过了 其实见见语这事呢 真的不重要 它没有特别的实用价值 它就是帮助大家 通过这种形式来练习宾语从句 因此呢 大家只要回去复习 我们在第15课 39课给大家讲过的宾语从句 就可以了 言语之间转换 这个不是很重要 如果大家想要了解的话呢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289页 书后的这个关键句型当中 给大家复习了一下 言语的转换 而且还讲了新的一种 就是如何把一个 省略了主语的起始句 变成见见语 其实呢 我们再说回来 这个大家只要简单了解 看一眼就可以了 我们就不做重点掌握了 由于宾语从句是重点 所以我们在稍后的拓展环节当中呢 来带着大家 重新复习一下宾语从句 尤其是宾语从句的位置 比如说我们今天课文当中讲过的 双宾语结构就是宾语从句当中 特别长的一种位置 所以还是那句话 大家记住 学习英语呢 我们只要招出主要矛盾 我们直讲有用的 大家只要把最核心的部分 掌握清楚就可以了 好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耐心聆听 我们稍后拓展环节界 谢谢大家